問問問看大家 大家來自於什麼地方 什麼背景嗎 有沒有是 現在是學生的 那有沒有你的工作是跟 生態或者是跟 生物有關係的 好 你可以分享一下嗎 我本身是生靈系的 生靈系的 然後 現在算是 剛好在待業中 那種環境教育的 這個領域的方向 最近也在準備面試 真的喔 好 我今天會分享到 跟環境教育有關係 那 可以分享一下嗎 對 我本身大概也是 用人當解說師的 喔 OK 好 那 那大家 其他的夥伴來自於哪裡 可以 每位都講一下好了 自學就不用講 自學我知道 他是台大生科系的 一年級的學生 我從 他五年級 就開始 六年級五年級 小五年級 就幫他上課 直到現在 對 好 我們 我們三個是幼兒的老師 喔 OKOKOK 非常高興認識幼兒的老師 還有 好 大哥請坐 我自己跟上班機 OKOK 也是對於這個方面有興趣 這樣 好 蛤 我來自公寮 喔 國大公寮委座小三 真的喔 我一年會辦那個蓋書屋的活動 蓋書屋的活動 好 我的最終的目的就是 反和式 是 用 用所有的 手 手段 就是把你找來一起反和 OK 不過我們真的有蓋書屋 太好了 我覺得身影裡面的動物 就真的 比我們的智慧高超快 是 是 我的專長呢 就是把小朋友帶到各個地方 去做他們可以想做的事情 也許蓋書屋就是其中一個 好 那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題呢 其實是比較輕鬆的 因為我不希望呢 呃 其實大家可能來自 來自各地 我相信 如果你對於某一個動物 特別有興趣的話呢 其實你可能已經 呃 對這些動物的名稱 我特別的了解 好 那我大概分享的大概是 有幾個層面 第一個是我自己的故事 還有呢 就是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還有呢 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 好 所以我把 呃 其實一開始是一個學弟 他推薦我 過來的 他希望我過來講一下 真奇異獸 因為他知道我養了很多 真奇異獸 對 我養了真奇異獸有哪些呢 好 等一下我可以大概 大概稍微提到一下 齁 好 那大家都養動物的經驗嗎 有嗎 好 大家很多人都養動物的經驗 那我自己非常喜歡動物 所以我今天 呃 題目呢 一定跟動物有關係 好 只有三個動物 就是我跟小朋友還有動物 好 那因為 好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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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我非常喜歡動物呢 所以我就 跑了很多地方 然後去找了一些 我夢想中 想要找到的動物這樣子 那這個是一隻科目多龍 啊 是我小時候呢 我小時候非常非常喜歡恐龍 所以我就希望說 我可以自己可以養一隻恐龍 可是養不了的時候呢 我就想要養 就想要認識世界上最大的奇異 我就跑去科目多島 有嗎 有聲音嗎 沒有 不好意思 好 那我自己呢 從 我自己是以前 就是非常喜歡動物 然後從小就養動物 然後到了生物社 我唸成為高中生物社 然後 每天就混在裡面 一直照顧動物 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有個綽號叫龜公 因為我養了 我在學校養了50隻的烏龜這樣子 然後滿滿滿滿滿都是動物 然後後來 就是大學的時候 我就先跑去了中山大學 唸一年海洋生物相關 因為我非常喜歡海洋生物 後來呢 其實那時候我是同時申請兩個系 一個是昆蟲系 一個是中山大學生物系 然後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昆蟲系的教授問我說 如果你沒有上怎麼辦 我說教授我一定會考回來 所以我就沒有上了 然後 然後 後來 我搭的時候 我就決定 好 那我就試試看好了 那我就考一下 然後很很很 慶幸的可以考回去 跟蹤系這樣子 那後來也有一些機緣呢 幫動物星球頻道 在主持一些台灣的活動 這大概是我 那我自己下一個 身分是 我是一個 動物輔助治療師 好 這大概可以跟大家提一下 好 那 我的自然名呢 因為我是也是荒野的推師 所以 我有個自然名叫做蝌蚪 那 大家都知道蝌蚪長大會變成 青蛙 對 所以我會常常跟 很多夥伴說 你可以叫我蝌蚪 你可以叫我青蛙 可是呢 就是不要叫我殘蜀 不要叫我啾雞 然後 也不要叫我什麼賴好 這樣子 好 那 這是我大概 簡單的資歷啦 那我自己 因為非常喜歡小朋友 那我 我的夢想就是想要成立一個團隊 我就成立一個公司 然後目前呢 在幫很多的小朋友上課這樣子 好 那我喜歡 國內國外跑 然後喜歡 帶小朋友去各式各樣的活動 等一下會講到 好 那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呢 我就希望把自己的理念呢 帶進來我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 其實我畢業的時候很害怕 我就不曉得到底要做什麼 因為大家都 一般都繼續念 博班啊 或者是 跑去拉保險啊 還有 也有跑去動物園的這樣子 然後 我就一直在想我自己的定位在哪裡 所以我就覺得呢 我在解說上面很有趣 覺得我的成就感很大 因為我記得我高中的時候 我可以對著不認識的人 滔滔不絕的講不歸的事 講個三個小時 我也不管人家聽得怎麼樣 把我的歌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我覺得 這個是有趣的 所以我一直希望說 可以從 學中然後去玩 然後玩中去學 這些事情對我來說很重要 那所以我的想法就是 想要把我小時候 想要做過的任何的事情 都把它加注在現在小朋友身上 比如說大家以前小時候喜歡做什麼事情 大家可以想看現在 你們小時候想要做的事情 現在都是很多現在贏隊的組合 比如說小時候喜歡丟石頭 然後小時候喜歡玩火 然後小時候喜歡 跟別人打架 這些都可以變成很多現在活動的一個主軸 只是我們要把它稍微變化一下 好 所以這是我現在呢 做了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台灣的跟國外的生態朋友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發展一些跟動物有關的課程 好那第三個呢 這是台灣的 這是國外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戶外旅行的計畫 然後每次都會帶小朋友去步道啦 公園等等地方 好 那這是我 然後呢 因為這是一種 他訪問我說 他叫我一定要下一個聳動的標題 我就想很久 嗯小S 我叫我小S算嗎 他說算算算算算 我們就把這個行下去這樣 我真的叫小S啊 女兒 可是我真的叫的時候 我不曉得 是那個園長 那園長把他跟我講說 那個 某某幾年前 一兩年前 你叫那個是小S的女兒 然後我也叫過歐陽龍的女兒 可是我不曉得是誰 那時候根本不曉得是誰 好 然後 就是我 在台大的時候也成立一個社團 這個社團呢 現在可能 已經不在了 好 因為我離開那個不在 他的名字很有趣 就說 真奇異獸研究社 這樣子 然後簡稱 金獸社 好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真的就很喜歡各式各樣的動物 那時候我去 上了那個 爸媽窮很大的時候 我就帶我家的那個 Jimmy 他是一隻土撥鼠 帶上去的時候 那個李四端 最後要 最後要做結尾的時候 他說 那我抱一下 那我抱一下 我說好啊好啊 然後呢他就抱在身上說 各位爸媽 講一講 我就講這些 大家回去可以 可以回去搜尋這個影片 他就追我一下 啊我一下 因為我的土撥鼠咬了他一下 輕輕咬了他一下 這樣子 好 那就是 我是小朋友 口中的磕頭老師啊 那 因為我自己覺得 分享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嗯 我覺得 很難 很難有一個職業 讓昆蟲系可以活得這麼有尊嚴 哈哈哈 昆蟲系大家都覺得是什麼 大家出來就是餓食啊 不然就是 沒有出路啊 然後玩蟲要幹什麼這樣子 然後 在小朋友心中 昆蟲系的老師 跟神一樣 我拿去問他什麼昆蟲 他都知道 所以呢 對 那時候我就覺得 欸 家小朋友是很有趣的事情 好 所以給大家看一個小小的訪問的短片 這個大概就知道我現在做的事情 好 什麼樣的課程 讓同學們在教學裡 開始興奮 原來 就是一場 沒課本的生育 我 這是我 因為我一個學弟 他寫到一隻變色 我這是剪刀的 然後我就帶給小朋友觀察 鞭長 是要手指有跟蛤蜘類 變成好 那剛好那一堂課是講到動物的顏色 我就帶給一些別色囉 或者是一些動物 來 我們要去到外面 然後你先要算跟 這樣子 給他們算 你的知識 變成嘗試 各個老師最特別的 只要學不起的 用頭髮的手 對 你也看好 好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都是古小的學生 古小學生 我覺得是很好教的 真的可怕的就是學以前 對以前 等於是學習的黃金時期 去開啟他們對於 這個周遭環境 自然物的一些想像 像是這頭牛奶蛇 小朋友圈圈的愛不釋手 一頭的大人們 卻早就嚇得蟲蟲門外 不是因為這群孩子特別大膽 而是多數大人 對於特定動物都不了解 例如說像甲蟲 他們家就會尖叫毛毛蟲 可是這種小羊蟲 他們就會了解到 怎麼樣分辨有毒 或沒有毒 其實我以前很好 我以前跟著小朋友上完之後 我就會叫的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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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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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是我們現在的工作地方 就是有很多很多要洗洗老板的東西這樣 做事 走進客人老師的敗遊師 果然不太正常 為了孩子們的動客 他至少要有了上前之卡蟲腰咧 勒斯烏洪有了要觸破 廁所裡一旦藏了一堆青蛙 也然只是小型動員 連敗遊盟到有大捧蛇 专门人士 所以你穿這種手套裝的菜 會不會太兩塊啊 你覺得很保險 有我們的動物人就喜歡他 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我都不是很喜歡跟他 愈人玩騙動 查完歸仇 曾在教室裡 五次有五十隻烏龜 連學校作業都要搞得很另類 以前暑假作業是 都是那種大等的翻開來的 對對對 對 然後 每次暑假完之後 交作業的時候 就這樣疊疊 一般這樣一疊 只有我那本會比較厚 為什麼一打開來 全部都是各式各樣的生物 黏在上面 你也是真的從 然後我耳朵後 就真的 我都把直接從黏在上面 然後 以前我爸不曉得 要怎麼樣 這些昆蟲 我們可以 就是 死掉的時候不知道怎麼防止 就直接泡那個米酒 對啊 他可以走網子睡覺 然後就不知看 不知看哪裡有動物 然後可能已經很累了 就已經睡著了 然後他還是一直到時在 觀察 對 有要觀察動 然後我會像這樣 你就會看他看 我要吃 我來過大概 你還是去動物園 啊 就是我們的老師 就是我團隊裡面的老師 這樣子 對 有名於傳統的走馬 是花 科目老師 轉變了大量 這個是我們每一個 每個禮拜 會帶小車去動物園 好 我其實我有應徵過 莊木園的志工 可是因為 他要時間太長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 固擔 這樣 這樣 那我自己很喜歡 很休閒很多 各式各樣的教育 生態教育 付出的代價可不小 空洞資料 跟水電費 每個月開銷 動輒上萬 呂俊毅的積蓄 因此 配光光 我曾經就是剛剛創業的時候 大概 有大概一百多萬都在 都在這個裡面的 對 可是 對 這是很新鮮的事情 好 這個 風風雨 慢慢慢慢的重新累積 一二三 OK 好 正如說 本輩的BASS 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科目老師全根據如影 因為 等於意義 小朋友 在下課的時候 在A板上 把我其他都畫下來 然後跟你分享 然後正如會拉在你的手 說老師 再畫一個 或是我很喜歡你 然後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覺得小朋友很有趣 但是他會拉你的手說 老師 我可以嫁給你 學你姐小朋友 我有趣 學你姐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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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很快的 大家可以把我 現在在做的事情 稍微 稍微 稍微了解到 好 所以我的生活呢 就是跟這些動物呢 分不開 所以我很喜歡動物 所以大學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活動 就是要一直 大家集合自己的動物啊 去塞太陽啊 做什麼事情 然後所以我剛才小時候 我就養了各式各樣的動物 那因為我外公家 開水族館 我印象中就是 我下課就會把動物呢 然後拿來觀察觀察 那我一天大概花六個小時 在觀察這些動物上面 好 所以就累積了 我就是現在呢 很喜歡這些 昆蟲或動物的經典這樣子 那大家有沒有特別怕什麼動物 有嗎 蛇 有沒有特別怕貓貓蟲 不會 會 那會怕蟑螂嗎 嗯 會 會飛對不對 我大概養了幾千隻的蟑螂 好不好 對不對 我非常喜歡蟑螂 我都說蟑螂是我最喜歡的蟑螂 因為蟑螂非常的酷 因為大家都知道蟑螂 沒有頭可以活嘛 可以活好幾天 然後呢 而且他們有很多個像心臟的神經節 這樣子 所以呢 我記得 我曾經在看一本書上看到這句話 他說只要你能夠夠愛他呢 所有的生物都會跟你說話這樣子 所以我就曾經看了一條蛇 看了大概十個小時吧 我總覺得他怎麼沒有跟我說話 因為以前啊 對動物的覺得就是 呃 就只能觀察他 或者是呢 就只能看他比較外在的行為 都沒有真的很深入去走進來 自然到底可以跟你之間有什麼連結 這是我在最早期開始教的時候的感覺 好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畢業到底要做什麼 畢業做什麼呢 那個 講話我說過一句話 就是我不怕對不對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那個時候我畢業的時候 真的是 我好怕 因為 我真的不曉得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 呃 我就想想說 我繼續往上唸 到底這是我想做的嗎 因為我哥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從 中三一畢業之後 好不好去唸陽明 也是唸陽明神科 熱帶醫學所 可是呢 最後他去做什麼 他最後 回去他做自己最喜歡的事情 就是台北京這樣子 因為他就後來就 然後 畢業之後呢 他決定自己去美國受訓 然後 回來台灣開 跟在場旁邊開飛機 那我就想 我哥就鼓勵我說 你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好 所以呢 我覺得 那時候呢 我畢業的時候呢 有這些東西 這些都是 我的心裡想做的事情 就是有很多的信念啊 有很多的勇敢啊 然後呢 我覺得我一定可以付諸行動這樣子 然後呢 我有一顆自然的心 然後 我覺得我一定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投入了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好 那我就開始去各個地方教學 那 在教學的時候 我一開始的時候呢 是 防水之間去幼稚園裡面上課 然後就跑了非常多的幼稚園 然後直到有一個爸爸來找我 他就說 柯老師我可以請你幫我們小朋友上課嗎 我說可以可以可以 我說我的小朋友大概多大 因為 以前我們在昆蟲系的時候 叫的都是大概國小的小朋友 他說 我們小朋友大概三歲 我就傻了 我說三歲上昆蟲課 我那時候根本就沒有想說三歲有什麼 上昆蟲課 昆蟲就是 很姿勢啊 紅娘華 兩隻 那個前竹特化成年刀腳 一般都是這樣子 然後比如說獨角心 他有一根長長的頭腳 然後有一個短短的胸腳 就頭胸腹什麼 好 那時候呢三歲小朋友 我就根本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呢 我就去問了很多幼稚園老師 幼稚園老師真的是 我覺得全世界最偉大的工作之一 就是幼稚園老師 呵呵呵 這是真的 大家可以想想看 其實學校裡面 國文課加國文 國文就國文老師交就好了 英文就英文老師交就好 數學就是數學老師交就好 可是幼稚園老師什麼都要會 然後呢 到每一塊十月的時候 就開始 在前兩個月就開始弄聖誕 那個萬聖節的東西 然後萬聖節弄完 馬上再弄 夜餐節的東西 夜餐節弄完之後 馬上又要弄過年的東西 然後就一直 那個幫助 要小朋友表演 我覺得哇 幼稚園老師真的太強大了 所以呢 從那時候開始呢 我就一直看YoyoTV 一直看YoyoTV 裡面有什麼 腹丁哥哥啊 柳丁哥哥啊 這非常厲害 我就開始去想辦法 把這個昆蟲的歌 然後變成 昆蟲的姿勢 變成一首歌 比如說我們會 我就唱一首歌 叫做蜥蜜之歌 他這樣唱 他說 常常身體汗尾巴 眼睛鼻子和嘴巴 眼睛後面有耳朵 手腳都有五隻頭 這是那個妹妹背著羊蛙 爽過來的嘛 可是這樣子就可以很快的 讓小朋友在觀察西醫的時候 快速的讓他知道 西醫前進後腳都有五隻 五官手指頭 然後眼睛後面有個耳孔 那這就是我 後來我就花了很多時間在撿啊 做啊 做各式各樣的教訓 我後來那時候 我應該大概要生四到五個教案這樣子 然後新的教案 可是那一陣子是我大概 最累最辛苦的時候 可是到現在 累積了大概兩三百套的教案 都是靠辛苦跟喜悍去畫的 這樣 好所以呢 我曾經做過一個實驗 我會請了小朋友在不同年紀呢 畫昆蟲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多大的小朋友畫的 啊 這個是大班 一語心大班 然後呢 這個是一個三年級小朋友畫的 這是一個七歲小朋友 一年級小朋友畫的 好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十歲小朋友畫的 這是一個大三的學弟畫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點 也就是呢 一般的人啊 到大學的時候呢 對昆蟲的印象 當然沒有什麼改變啊 當然你可以從 頭胸腹可以畫出來啊 腳那個畫在第二 胸結上 這是對的 可是呢 就一個 十歲小朋友畫的 其實也差不多啦 好不好 只差 可能腳的位置稍微 錯一點點啊 可是呢 你看這個七歲小朋友 已經畫的有模有樣了 所以呢 這可以正理解釋 就是人類對於昆蟲 或這些比較你不喜歡的生物呢 但進展的都不會太多 大概只有做初步的觀察 所以我曾經看過張永仁老師 他 問過 他去演講的時候 問過大家一些問題 就是大家在四年級的時候呢 都會養過殘寶寶 現在想說也會養殘寶寶 可是大家知道 殘寶寶到底有幾隻腳嗎 大家猜猜看 大家猜猜看 我說 我們說腳 一般不懂是六隻腳嘛 可是殘寶寶呢 它有真的腳跟假的腳 我們合在一起這樣算幾隻腳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養殘寶寶寶 經驗就是 拿商業餵他嘛 吃一吃 然後繞賽 然後死了 再拿一隻吃一吃再繞賽 然後學校方圓一公里內的 那個殘寶寶 一定全部都會被砍頭 因為呢 自己把不夠了 然後一定要整顆的砍走 大家才不會讓人家把他走 好 所以大家猜猜看 有講聲 evidence 那個疚沒關 大家就打錯沒關 有去而已 與殘寶寶寶 looked for 24 好 還有沒有 有沒有吉善答案 看大家都講過殘耶 好這個 這個問題一出來 我心裡的像震了一下 ping 好像沒有真的去算過 然後來想一想 還好是後面的知識 到COM 大家再試試看 好 我們中期密碼 1到24 20 20 1到20 10 10 10到20 16 多少 16 好 答對了 耶 不用我接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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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現在前面有6隻腳呢 然後 腹部呢 有4對組有總共8隻 加上尾部1對 總共16隻 所以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大家還會再問大家一些有趣的問題 這是一個5歲的小朋友話 好 所以呢 我們覺得動物呢 它本身就有一個天生的吸引力 小朋友呢 很容易被動物吸引 可能就是 他們的頻率特別有關係 好 而且小朋友特別喜歡小的動物 我們發現小朋友 如果拿一隻 獨角仙 跟一隻麵包蟲 小朋友比較喜歡麵包蟲 很奇怪 麵包蟲的 軟軟的 沒什麼那個 不特別 如果你拿一隻比較大的 蛇或蜥蜴的話呢 小朋友可能比較喜歡幼毛的動物 他們 他們跟這些動物之間有一些頻率 好 好 所以我們可以很難想像 我們在一個沒有童年 沒有動物的童年中長大 你看 鳥鼠也是糖老鴨 還有加菲貓 還有現在昆蟲Live Show 等等全部都是跟動物有關係的 所以 其實我們的動物就是 在我們周遭 只是 很多時候會把這些動物名化嘛 比如說大家可以看到大蛇丸啊 或是它有在旁邊的蛇啊 或是大白鯊就會吃人嘛 對不對 好 這都是 還有之前那個洗南花也很有名 他說大蟲蛇可以標速180公里 小朋友都是錯的 好 所以我們可以換個角度看昆蟲 就是 我們發現呢 大家都會 都會 在跟小朋友在打這些昆蟲的同時呢 他只會告訴很多小朋友說 啊這個蟑螂有多張啊 他不會去跟他講說 這些蟑螂到底 對我們來說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大概只會直接把他打死 然後我也曾經在那個 火車上面的時候 然後就看到有一個民眾 我們只 只天花板 天花板有隻大蟲蛇在上面 然後說 這個會釘死人 然後那個電車長馬上抄襲一本 那個那個 不知道什麼什麼布置 然後啪 直接把他在那個蟲蛇打死 好 可是那隻大蟲 我就好來不及 那大蟲蛇不會遮人 他只是飛進來 很倒霉 在天花板上面 好 再來就是 現在的小朋友啊 其實很少有機會 跟這些動物 在一起 然後因為第一個他們住在城市裡面 再來就是 養動物其實對家長來說 相對 其實很麻煩 然後家長其實 還是希望 在一個比較 簡單的情況下去 去跟動物相處 好 帶小朋友跟動物相處 所以 我就記得呢 好 就是我曾經打過蟲子 大家小時候有打過蟲子嗎 我記得我小時候打蟲子的時候 這是我 我從小時候 打蟲子得到的靈感 然後以前打蟲子的時候呢 我有一個 壞習慣 有點不懂嘛 小時候 就拿那個立可白先把它塗一圈 塗起來 然後呢 我會把蟲子 翅膀這樣拔 把它拔掉 然後不讓它飛 我知道大家心裡 有一些人跟我也 也是一樣的 然後呢 這時候呢 我記得我看書的時候說 那種十個翅膀啊 我就拔了那個 那個 蟲子的翅膀 一個兩個 對啊 兩個 斷掉了嗎 就再打一隻蟲子 不能把它打死 要打得快暈 然後再拔 這只有兩個翅膀 後來呢 好不容易才搞清楚 因為很多人才搞清楚 好 其實 蟲子 啊這個是在一個 一個影片裡面其實有講到 這個我就不放 我們等一下多了一個時間看 好 那其實蟲子呢 他們其實是有一對翅膀 因為它的後面兩個變成一個平均棍 好 所以這個是 也是蟲子 給我的一些啟示 那 我就把這個 這個東西把它變成 剛剛我看到那個影片 那是昆蟲Live Show的一個影片 是蒼蠅跟瓢蟲在追逐的影片 裡面呢 剛好 蒼蠅在墜落的時候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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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下來的時候呢 它就掉了兩個翅膀 我就可以帶小朋友觀察 我就開始去找一些 跟 現在 比較好的繪文 然後或是比較好的書 然後去提到 跟昆蟲比較正確的知識 好 那我再問大家一個問題好了 這個這個問題大家 都可以回答 開放性的題目 好 昆蠅媽媽 昆蠅你知道都可以講 昆蠅媽媽 跟蟑螂媽媽 同時要幫寶寶買鞋子 好 數學題喔 非常簡單 昆蠅家呢 有三個小孩 蟑螂家呢 有四個小孩 總共七個小孩 請問總共要買幾隻鞋子 好 好 我再講一次喔 好 大家可以算算看 媽媽跟爸爸不用買 只要幫寶寶買鞋子 然後大家不用說 鞋店關了 好了 我們就擬人化一點點 好 猜猜看 他們總共要幫寶寶買幾隻鞋子呢 我知道 可以舉手回答 沒關係 昆蠅家有三個小孩 昆蠅家有四個小孩 總共要買幾隻鞋子 要問大家看看 多少 42 好 有沒有其他答案 沒關係 開放性的我還沒有說對或錯 就是 36 36 好 海明海要吃幾 來 再來 24 好 36 24 42 還有嗎 就 你有在這幾個數字 好 我真的在 我在動物園問這個題目的時候 從 8 到 120 還有小朋友答 71隻 我都不曉得這個基數是怎麼來的 好 這個問題呢 這個問題很有趣 這是我自己想到的 就是 因為大家以前都有算過基督同盟的問題 對 好 那這個問題呢可以用一個卡通來解決 好 就是 這個卡通 沒有啊 你有看過這個卡通 對 就是 鬥鬥蟲 這是一個很偉大的卡通影片 這個放下去小朋友一個小時就會這樣一直滴著螢幕 一直滴著螢幕 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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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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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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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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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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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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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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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台北小朋友得到了教育很多 可是他們真正能夠應用的機會其實很少 那時候我帶一個小朋友看蛇 那個小朋友上來的時候整個青筋暴露 然後呢 所有人都在為他尖叫 他其實很害怕 他其實又很想試試看這樣子 好 那 我就問他一個問題 我說蛇摸起來是濕濕黏黏還是乾乾滑滑的 他回答問題 他回答我應該他覺得是濕濕冰冰的 他實際上拿過之後確實是冰冰的 他其實蛇摸起來是乾乾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 那 所以其實這些動物在我們生活中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越不熟悉的話 有時候對這些動物的誤解就會越大 好 那這個是大概1000個動物小朋友 我們帶他們做活動的時候 這1000個小朋友就是我們剛剛另外一所學校 好 那後來我們發現呢 其實小朋友他們對於這樣的問題 他們會很喜歡 然後甚至有老師主動發信給我說 帶完這個活動的時候 全校的那個圖書館的一半動物 一半動物跟動物有關的書都被借光了這樣子 好 所以這也是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呢 好 如果我跟媽媽講說 媽媽你有沒有帶小朋友來上這些昆蟲課呢 媽媽會說 Good 好好好好這樣子 可是呢 家裡如果呢 跑出來一隻奇怪的昆蟲之後 這個就不是 Good 就會變成 就會變成 因為他覺得就是 因為他帶小朋友去就只是看解說牌 然後重複再講一次給小朋友 那我們其實可以用一些不一樣的方式帶小朋友 好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小朋友 他們其實不上幼稚園 他們是選你選二種 他們覺得媽媽希望有多一點時間陪他們 然後或者他們有一些自學的團體 那他們就會 我第一批接觸到的小朋友就是這些小朋友 這些小朋友都已經 都已經二年級三年級了這樣子 好 那我就也有帶他們去各個步道去找蟲 那我覺得如果實際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在室內看的動物 也許是一些外來的動物 或者是一些我們養的動物 可是到戶外的時候是可以真實觀察到 我們在台灣現有的一些生物 好 那 我來講一個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我每次演講的時候都會提到的 好 這是一個真實發生的事情 好 正在前年 對 前年 然後因為我家住瑞芳 所以我常常會去瑞芳 帶活動 那我那時候帶完那個槓子鳥 砲台那邊步道的觀察之後 然後我想說沒事 那我就回基隆架一趟 然後等到那個半夜的時候再去找蟲這樣子 好 那時候大概是凌晨12點 12點的時候大概所有人都在睡覺 幾乎都在家裡休息 那我就聽到步道上傳來一個 就那邊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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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我覺得很奇怪的 這麼晚的身上好像有人 好 那我就繼續往前走 然後走到那個 基隆那個 那個槓子搖砲台裡面的那個山洞的時候 我就會習慣嘛 我就會習慣看一下附近有什麼東西 那看到洞我就會常常看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住蝙蝠 因為我很喜歡蝙蝠 好那這是在瑞賓上面 瑞賓的一個馬路旁邊 觀看蝙蝠的一個牌子 好那時候我進到洞裡面 第一個看到這個 這是游眼嘛 就常講很多 好他大概不是吃掉一半 那我當下就覺得說 這個一定是某種生物吃的 最有可能就是蝙蝠 可是很奇怪 蝙蝠照理來說 他們可能會帶他潮穴來吃 可是吃一半也蠻奇怪的 好我就去站往這邊走 好就吃看到另外一半 另外一杯又被吐在這邊 然後覺得很奇怪 然後地上確實有蝙蝠大便 然後我就抬頭看一下 就是那個防洞洞上面沒有任何一隻便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想說那算了 我就走 然後就在我走的時候 我聽到一個角落一個啪啪啪的聲音 然後就回頭看 看到一隻獵蝙蝠躺在地上 全身上下全部都是血 那時候我就當下第一個反應 我就覺得 最有可能就是變貓頭鷹攻擊 然後呢 我就就把它撿起來看 這隻蝙蝠身上呢 他除了手指斷掉以外呢 後面腹部的這個地方都是血跡 然後我又拿我的毛巾把它包起來 然後正當我要走出這個洞的時候 又聽到一個啪啪啪啪的聲音 我又再回頭看 好另外一隻蝙蝠倒在地上 好那這隻蝙蝠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這邊一模都有折斷 你這骨頭已經跑出來了這樣子 好然後這隻是第三隻蝙蝠 它的叉從上面掉下來 它的後腳這個地方其實是骨頭折斷 我覺得很奇怪 後來為什麼會有就是葉蝙蝠他們是一種 台灣最大的石蟲的蝙蝠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好然後後來呢 大家從這張照片 應該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是什麼照片 對就這個 這個有一個完整的 對是BB帶 對所以我 那時候我才意會過來說 那在步道 口聽到的聲音 大概應該就是 就是那個BB帶的聲音 因為那是一個山洞嘛 所以那是一個防空洞 防空洞它其實沒有什麼窗戶 所以蝙蝠在裡面飛的時候呢 它只有從 只能從洞的門口出來 可是如果那個人就 守在洞口的話 那些蝙蝠其實是飛不出來的 而且這些BB帶都被打到都是碎碎的這樣子 好那這些蝙蝠很可憐 他們的翅膀都斷掉 他的骨頭都直接突出來 然後我就趕快包起來 然後這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 好讓我就是 格外的憤怒 然後那時候 在遠方喔 就拿了手電筒來 就幾個手電筒的光 然後就 有人就走過來說 欸你在幹什麼啊 然後我一開始沒有意會 我就說 沒有意會過來 我就說 我看到一些蝙蝠 就是可能有人攻擊這些蝙蝠 這些蝙蝠現在受傷了 然後呢 對 他就說 喔 是喔 走 走 走 對 此地無疑三百兩嘛 四五個大學生 然後呢 有男有女 嘻嘻笑笑這樣 一般看到蝙蝠 一般大家都會停下來說 哇 這是什麼蝙蝠啊 怎麼會這樣子 沒有沒有 他就說 喔是喔 就走了 然後當下我就抄襲我的電話 就打給這個警察局 然後警察呢 對話也是讓我很無言 我就打給他警察局說 警察警察 那個我現在現在在 基隆的槓子遙泡在上面 然後現在有蝙蝠受傷了 可能是有人攻擊他們 然後警察警察說 誰誰誰誰受傷了 我說蝙蝠 警察說蝙蝠喔 蝙蝠喔 蝙蝠喔 我說不是這樣 然後我就 我就跟他講 然後呢 警察大概跟我講的 他沒有很久吧 然後我在這邊等著等著 等到那些大學生都 騎車都離開了 然後呢 都往他們學校方向去了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呢警察才這樣 慢慢的開過來 然後我說 欸有沒有人受傷 我說沒有人受傷 他說我們會再看看 我們再看看啦 好這件事情呢 我就當下就把這個事情 發給我的那個記者的朋友 他們就把他報導出來 過一個禮拜 他們又去了那個 那個 同樣附近的幾個山洞 每一個山洞裡面 每一個山洞 至少都有大概 三到四隻的蝙蝠的屍體 這樣子 所以這已經不是一件 偶發的事件 這樣子 好所以你看這是他的 後來我把這個蝙蝠帶回去啊 那帶回去的時候 他其實 撐到凌晨大概三點鐘 他們就 就就就就離開了 因為 屍血過多 因為本來想說 隔天早上趕快送去給獸醫 但是實際上來不及了 而且這些獅童蝙蝙蝠就算他沒有事 也很難醫得好 因為 我們有在收容一些動物 那這些大型的獅童蝙蝙蝙 他其實 在小的飼養箱裡面 他是很難生活的 而且 我們並沒有一個空間 他也不能在飛的嘛 並沒有一個空間 可以給他一個 比較好的氣息的環境 因為他去給警察 警察喔 警察 他就煮啊 對啊 他就煮喔 那他知道說你講話 我有拿給他看 我有給他看 他可是 我覺得五感的人喔 對這些東西 可能就真的 就覺得還好 因為可能 而且他們會覺得這些 他們會當下問我說 這個蝙蝙會不會吸引人家的血池 對 會不會吸引人家 然後我說說台灣沒有吸血蝙蝙蝙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當初的情況 我就用毛巾把它包起來 所以大家其實看到這些動物的時候 大家可以隨時準備一條毛巾 然後其實看到很多動物的時候 做保定啊 或者是包紮 其實非常非常的方便 後來呢 隔天我就把這個蝙蝙蝙帶去給小朋友看 就是小朋友在那邊 就在這個步道 這個洞穴就在這個後面而已 他就 就是一直觀察很久 然後就跟我討論了非常多事情 後來我就把這個蝙蝙呢 做成了一個標本 然後做成一個骨骼的標本 然後讓小朋友觀察出 他們的骨頭到底是怎麼斷 好 那所以其實我很喜歡帶小朋友去看蝙蝙 所以我覺得蝙蝙呢 是一件 大家不熟悉 然後但是其實蝙蝙 一個晚上可以幫我們吃掉 一千多隻的蚊蟲 然後呢 他是又生活在我們居家周圍 然後其實很多的蝙蝠洞會 因為人類失要的關係 像我們在宜蘭那邊有個固定 有個棺材有個蝙蝠洞 我曾經有聽過其他的生態老師 就是他們會帶一群人 直接走到蝙蝠洞裡面 然後看蝙蝠在旁邊飛 其實這件事情其實非常非常的危險 我講一個實際的例子 就是在瑞芳有個很大的蝙蝠洞 每年到七月的時候 會有十萬隻的摺翅符 會從那個洞裡面飛出來 那邊有兩條路 我有一個學長 他帶著一個學弟去 然後呢 裡面兩條路 一條是好走 一條是不好走 那個學長千交代萬交代 請你一定要走不好走 那學弟就說 為什麼要走不好走 我很不早好走 走邊兩步就 砰 就掉到很深的一個泥沼裡面 這個泥沼是什麼組成的呢 就是很深的蝙蝠糞 他是一百八十公分的學弟 他是整個沉下去 然後還好是有人去看到著 把他從糞裡面拖出來 這是真實 很噁心就算了 但是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而且蝙蝠的洞裡面 他們有很多的糞 糞會產生很多的包子 這些包子呢 新研究發現 很久我口罩都擋不住 他可能會吸到你的體內 可能會有一些 其他的疾病產生啦 所以這個要很小心 好 所以呢 好 我們 我 戴活動的時候 我其實有講求一個 就是我其實 後來我都不喜歡把名稱講出來 現在小朋友很奇怪喔 你跟他講說 我知道這紙斑碟 他就走了 他也不會想聽到你講後面的解說 他只想知道這個動物的名字這樣 所以呢 我後來發現到就是 現在的知識都得到太快了 只要他問解說員一個問題說 這是什麼動物 解說員只要回答說 這是什麼動物 他就會得到他知道 他想要知道的 所以後面那些 他的行為啊 行性啊 其實對他來講 都已經變得是其次了 這是我覺得在解說上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重點這樣子 好 所以 呃 觀察其實很盡態 我發現小朋友觀察之後 會自己進入到一個自己的肉裡面 好 然後這個 進入到這個 怎麼知道他進入到這個區域裡面呢 就是開始會挖冰桶 哈哈哈 對 小朋友進入到這個區域裡面 就會開始挖冰桶 哈哈哈 對 這是一個 我觀察到很有趣而已 小朋友會仔細的觀察 不知道為什麼冰桶就開始癢 好 那我們又帶小朋友做一些比較動態的活動 就是讓他們學習蛇這樣爬 可是呢 放在 用這張照片的時候呢 那時候我也挖了一下 因為呢 那時候新聞報導出來 是曾經有一個幼稚園呢 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 有老師也做一樣類似的事情 然後呢 被新聞爆出來 說什麼 這個老師怎麼帶一條毒蛇 然後 然後 當下我就馬上接起來很多電話說 客島是不是你客人 我說不是我 不是我 很多人其實會害怕蛇 他們覺得說 蛇應該就被關在一個小箱子裡面 讓小朋友看就好了 為什麼讓小朋友摸呢 被咬抱怎麼辦 你可以負責嗎 這樣子 那這個事情也其實就是 但我就是教學上面 其實我會 反而會更小心這樣子 好那 就是我在 帶來觀察的時候 我會發現其實 不是每個人 就連大人也是一樣 我認識一個爸爸 他為了教他小朋友 他忍了三十年 三十幾年喔 他終於讓一隻狂狼爬到手上 他其實抓得要死 可是小朋友就一直 一直撸給他 一直撸給他 他沒辦法 好那 我覺得呢 願意觀察就是一個進步 就是這個小朋友 他想要觀察就是馬路 他 我 你看這個課其實我已經下課了 我後來又花了四十分鐘 只為了讓他馬路可以爬在手上面 我用的方法是什麼呢 我叫他手跟我手接在一起 然後讓馬路這個小火車開過去這樣子 然後一開始他很不願意 慢慢願意跟他接 跟他接 接了好幾個人他才願意開過去 後來這個小朋友呢 欸 就OK了 OK了 就可以把馬路爬到身上 那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媽媽肯做啦 因為 這個 我當下很感動 就是課結束之後呢 媽媽們帶他們去戶外 去找很多的馬路 然後呢 小朋友就可以延續觀察 好 所以我覺得 我在教學上面有幾個很重要的 就是 種下三顆種子 什麼是三顆種子呢 第一顆種子呢 就是建立在小朋友的舒適圈上面 或是建立在聽眾的舒適圈 不一定是小朋友 比如說 這個舒適圈就是 大家可以接受的 比如說 甲蟲 或者是一些動物 或是我講一些大家知道的知識 然後大家就會累積對 對於這個動物的喜歡 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會在 舒適圈上面 撒下一些種子 好 比如說 比如說我會講說 我聽到青蛙聲音 我可以辨識出青蛙 你現在可以聽到幾種呢 小朋友就會說 我會一種 我會兩種 然後呢 我就會再把這個種子撒得更遠一點 我說呢 我就會說 我只要聽到青蛙的一點點聲音 我就可以知道 這是哪一種青蛙 或是說呢 我可以至少認得至少 三十種的青蛙 這樣子的青蛙聲音 那這件事情 對於現在的小朋友來說 他是很遠的一個種子 他覺得他現在打不到 可是他就會覺得 自己有一天 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 我覺得很重要的三顆種子 那在教學上面其實有一些 很心酸的浪漫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 為了我想要把 這個課變得比較有趣 然後我就開始去想說 怎麼樣讓小朋友 可以實際觀察到 像這個是一個嘉義的 嘉義的鱷魚場的 朋友打給我 他就說 哥哥我有一隻 鹹水餓死掉你要不要 這個冰箱冰不下 然後呢 那個奇美博物館 他已經拿走一隻更大的 這隻兩米 你要不要拿回去 我說好 你等我 然後我就當下開車 就撒下去 撒下去的時候呢 這個是他的冰箱 他冰箱冰不下 這隻鱷魚已經開始臭掉 他跟其他的鞋水會打斗 已經爛 已經開始臭了 然後呢 我就把他搬回來 搬回來的時候呢 趁實在不下啊 怎麼辦呢 開始在那邊肢解 我跟我們兩個朋友穿 為什麼要穿雨衣呢 那個噴到那個味道 那絕對不是蓋的 我們兩個穿雨衣在那邊解 然後把他的身體啊 稍微分開一下 然後裝在黑色垃圾袋裡面 我很愛怕警察已經解我 你知道嗎 因為我就是像氣屍一樣 我就把它裝在車子裡面 再開回來 開回來的時候呢 已經是半夜了 我一早就出發了 半夜的時候怎麼辦呢 因為冰箱也冰不下啊 我有三個冰箱 全部都冰滿了 各式各樣都掉進去 然後 冰不下啊 怎麼辦太大了 我就當下就在那個 我的那個 辦公室後院裡 有一個空間 天際在那邊做處理 可是你知道我台北市的 只要哪怕 大樓跟大樓其實都還算蠻密集的 這時候呢 隔天早上 7點 砰砰砰砰砰砰 他就開始問我說 你們家是不是有人已經 過了 往生的過去了 我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在處理飆 而且我那時候已經 起到早上 已經就是 已經不知道是 已經根本聞不到味道了 然後呢 我一出來的時候 身上是就是有一些 汁液啊 然後血啊 對 然後看到我的時候 就馬上離開 然後隔天呢 我們家的兩個中間那個窗戶 馬上變鐵皮 把他定死 這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好那 這個是我從那個 北海道那邊得到的 一個想法 北海道我覺得日本很厲害 日本是一個很奇妙的國家 他們日本又補金 可是他們對於這種金魚 或是一些生態 又做得很好 他們在小小朋友的帽子上面呢 裝了兩個真實的路角 讓他們去感覺到公路 他們在打鬥的時候的感覺 然後我想說 這個不錯 這個不錯 我想把這個 開店帶回來 我就去路場呢 去找到兩隻路角 然後呢 自己買了一點安全帽 這樣 就把他鎖上去 然後帶動員活動 讓小朋友自己帶著 然後體驗一下那個頭 這樣歪來歪去 然後很重的感覺 這樣子 好那 當然也會有一些有趣的事啊 就是我有被蛇咬過 好 為什麼要講被蛇咬過呢 因為這些 我從來很少被蛇 我從來沒有什麼機會被蛇咬過 好 還有什麼 還有多少蛇 好 那 可是因為我是一個很小心很小心的人 因為我幾乎 我不抓毒蛇 因為我覺得毒蛇 除非我真的有講解的必要 然後所以很多小朋友問我說 你有被蛇咬過 我說我有被蛇咬過 你有被毒蛇咬過嗎 我說那時候都說沒有 好有一次呢 我就真的被毒蛇咬到 這個就成為我後來很重要的一個故事 這樣子 好那 那時候被毒蛇咬到是這樣 就是 我那時候帶著一隻 我找到一隻清廚師 然後帶小朋友觀察他的毒蛇 這樣子 然後呢正常情況下 我們應該就直接把他放走了 可是 我不知道那天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有點吃錯藥 我就握著那條蛇這樣子 然後一直跟小朋友聊天 那蛇會扭動 他不舒服啊 不舒服怎麼辦呢 我就不想要讓他不舒服 我就手就放一下 鬆一下 然後轉一轉 又鬆一下 又回來 然後就是 就是突然呢 我就感覺到他的 那個 勾牙 輕輕的劃到我的手 我就說 剉賽 所以我就講剉賽 他說我在新竹的山上 我在大三杯那邊 我就完蛋 我就跟小朋友說 好那 我們今天差不多 我們準備回去 就把蛇放著 然後我就手就開始握 變蛇咬到當下 你就知道自己中毒了 非常非常快 哪怕是毒性比較弱的 新竹師都一樣 然後呢 我就當下趕快做遊覽車 我也沒有跟你這樣講 因為這 因為我怕造成恐慌 然後 但是我自己判定 我覺得應該還好 就是 沒有車主 就是中毒的反應 沒有很大這樣 我就趕快 衝到了急診室 衝到了那個 雅東醫院 好 待雅東醫院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喔 急診室晚上很熱鬧 像夜市一樣 大家都在排隊 然後呢 第一個 那個急診的那個 醫生就問他說 你怎麼了 我摔車 你怎麼了 我跟我弟 拿刀子護砍 然後第三個你怎麼了 然後我說 可能什麼什麼 我也忘記 然後第四個我摸到 我被毒蛇咬 哇 做人都一直看我 做人要回跑 然後醫生說 趕快進去趕快進去 做人 這麼多 趕快進去